一張張的長桌套上藍色桌巾 變身成為東令物資打包的動線 板橋進司堂的一樓大廳 這天人生鼎沸 一百多位志工為照顧戶 準備新年賀禮 排在打包的志工群中 七歲的林姿役 小小個頭特別引人注目 墊著腳尖也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身高不高又沒關係 可以請別人幫忙拿就好了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幫助人 就讀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詹同學 從小父母離異 是阿嬤 扶養長大 父親往生後 慈激開始補助學費和生活費 這次利用寒假來當志工 就是想要回饋 謝謝慈激就是願意幫助我的學費跟生活費這樣 讓我比較不會為了除了課業以外的事情擔憂這樣 同樣以報恩心情來服務的還有他 18歲的鄭同學 5年前父親車禍往生 母親在慈激的幫助下撐起家計 現在他也想透過雙手的溫度 幫助和他一樣的家庭 我希望如果未來事業成功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幫助這些清寒家庭的 像做志工這些的 我也會繼續持續的做 每一份物資在打包的過程中 也將眾人的愛心包進去 希望在冷冽的寒冬裡 陪伴每一位照顧戶度過溫暖的好年 大愛新聞之善美志工 蘇玉雲 江文龍 台北報導 現在的目的是 真理性是 我們首先在香港 你真的做人 我們很熟練